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时间9月19日,负责掌管美军现役核战略炸击和洲际弹的导弹的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悄然通过官方的特账号,转发了一篇文章,标记,很简单,美国空军B-52空炸击,执行北极飞行任务,按照这篇美军的官方新闻稿,一架B-52战略空炸击,近日从英国费尔福的基地起飞,沿着挪威海岸线。 一步飞越了巴伦之海和北冰洋,最后返回英国。 途中,一架KC-135加油机,还为这架B-52进行了空中加油。 KC-135加油机为B-52进行空中加油。 美军官方没有透露此次飞越飞机行动的具体时间。 但英国检视防务周堂,在分析了机在应答几数据后报道着,本次行动发生在本月15日,共持续了大约12小时,飞机最远处曾抵达俄罗斯,先递到东部空域。 不过从应答系数据来看,该机全程都在国际空域飞行。 截至目前,也并未出现有关俄军战机升空拦截的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16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突出160核图95战略轰炸机等天从俄西南部出发,长途飞行7000公里至俄东北部的楚科起半岛,这里,与美国阿拉斯交之间仅仅一海之隔。 在通过战略轰炸机秀肌肉的同时,美国空军还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为了洛斯特朗普提出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着的新办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军方可以说是磨刀磨磨磨,这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的照片。 途中,正在航行中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上方,B-52轰炸机领衔的机队呼啸而过,同样都是大杀器,核动力航母和战略轰炸机同况可并不多见,这样的场景来自美军在关岛附近组织的勇敢支队演习。 这些演习与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其他军演明显不同,它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参与,全部由美军下辖的军种抽调力量参与,其定位就是模拟高端战士。 针对大国冲突,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机场上集满了从轰炸机、战斗机、大石螺机、侦察机等在内,美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几乎所有机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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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您的时间 让然后,一个陆头上瓊下并您的文字会。 缓币我两个人的病人要提升,订阅 订阅 创造这个专门。